这个扎着两个小辫的胖子火夫正在吃饭 四盘菜就着七碗饭 哼吃哼吃就下了肚 御师公刚吃饱 四个大聪明便迎面走来 啊 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我饿了 你们要没吃 里边还有很多菜 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你说什么 我们吃什么 这里的饭菜啊 是七个人吃的 你吃光了 我们吃什么 御师公说 这点饭怎么可能够七个人吃呢 我一个人还吃不饱呢 带头的小兵听得气死了 指挥其他人上去教训他 谁知刚吃饱的御师公开满了挂 一拳一个小兽猴 打完几下自己围绝 老子不干了 御师公走之前把军营的旗子打下来 什么秦王李世民 这破军营都吃不饱饭 不懂得用我这样的人才 骗我当兵 你吃饭都罚 我饶不了你 说完折断旗杆气呼呼的走了 走出军营的御师公没一会儿就又饿了 走到集市上碰上两个小孩 抢了点饼充鸡 正缩手指缩得高兴 突然被一阵打斗声吸引过去 台上的大汉刚刚打赢 气势嚣张 看到御师公便指着鼻子叫他上来 御师公便糊里糊涂上去了 只见御师公一招没用 拿尖挡了一下 便把那大汉顶回去了 大汉不服又来一拳 御师公一巴掌捏碎了他的拳头 一拳把他垂下了台 领头官爽快地扔给他50辆银子 御师公说终于能吃饱了 还没高兴完 一座小黄毛背着大砍刀就窜上来了 这御师公也拿出自己兵器应战 谁知这小哥没过两招就被御师公砍断了兵器 小哥人狠话不多 拎着兵器就下去了 领头兵见他如此能打 想招他为将 问他愿不愿意 御师公说 你是不是想赖账啊 我就要钱 饿着呢 急着吃饭去 那将士一听笑了 这个好说 我现在就请壮士吃饭 说完便把御师公带进了定阳王的宫殿 此时定阳王殿内正在商议 如何攻破三个关口 直取大唐长安 皇上 但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 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刚才那领头军宋金刚立刻站起来说 我这里有一个人才御师公可以一用 御师公拉里拉他走了进来 我说老弟啊 我的饭呢 刘武周说 就这货啊 什么玩意儿 御师公见没有饭局 便要走人 一个老家伙说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 快点跪下 你算什么东西啊 御师公气得在店内大骂 刘武周见此人毫不畏惧 便想留他下来 看看到底有什么本事 于是刘武周摆了一大桌 好酒好饭 御师壮士 本王先敬你一杯 御师壮士 大王在敬你酒呢 旁人看不下去便斥责御师公无礼 刘武周说 只要是个人才 这点小事能忍则忍 御师公听到后觉得有被重视 对刘武周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知道你武功高强 神力盖世 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 带兵公堂 好啊 既然你瞧得起我 这事我就干了 御师公爽快的应下了 第二天就带兵攻打唐关 守战不费吹灰之力告解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 你为什么要听这几宫 领军宋金刚说 你快让我们歇歇吧 你想一想 你不用两天的时间 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关十一个债 你自己打的尽头倒是很大 我这后援兵为了追赶你 足足追了二百五十里 全都累歇菜了 御师公说 那你们在这歇着 我自己先去攻打林童 宋金刚说 你也不能再往前打了 这三十一个债分散了我们兵力 粮草也没有运到 我们就快支持不住了 你快停下吧 御师公说 不打仗 那我现在干什么去 真是浪费我这个人才 大军偷袭 两日间连线我三关十一债 杀我汉将一十八人 战手百闭关 似有四击再进林童关之事 朝廷群臣表示不解 屈须刘武周 手里并没有什么厉害的战将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夺我十四座城池 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 此人面黑如造军 壮如蛮牛 交战时从不报姓名 见面就打 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此时的李世民并不知道 这名无名将 便是前几天从他军营里 刚跑出去的御师公 李世民请应亲自前往林童关 会一会着黑面神 徐茂公站出来分析道 此人两天行军二百五十里 可以看出性急如牛 不懂兵法 应该是个四肢发达的草包 无打不过 那我们可以智取 这第二天 李世民便带兵出征了 到了林童关 徐茂公说自己要去洛阳 军罗承秦琼和程晓金 三人过来助阵 临走前要李世民按兵不动 白天洗洗衣服 晚上喝酒唱歌 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 优柔寡断 如今我也布下一阵 他必不敢来袭 于是李世民便带兵 在林童关十里外驻扎下来 而关外的徐茂公 此时快急死了 这都已经运了二十多天粮食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冲关去啊 宋金刚让他再等等后援军 一个小兵来报 发现李世民在城外驻扎军营 徐茂公瞬间兴奋起来 但小兵接着说 李世民并没有准备什么 就只是在洗衣服晾晒盔甲 宋金刚怀疑有诈 决定按兵不动 又是兵法 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记得徐茂公啊 血压都高了 于是呢 没过几天 徐茂公便把秦琼和程晓金找来了 这秦琼一来 便要出去迎战徐茂公 看看这个黑面神 究竟有何能耐 唐军中谁有这么大胆 敢指名向御茨将军挑战 秦书宝 宋金刚一听秦琼在校镇 便高挂免战牌 李世民无奈 只能暂时休战 吃过晚饭 李世民和程晓金 正在林通关附近闲逛 恰巧遇上运粮草回来的徐茨公 徐茨公一看到李世民 二话不说便打了起来 谁知李世民 程晓金二人联手 都打不过徐茨公 程晓金啊 想带着李世民逃跑 徐茨公拦下他们 程晓金讽刺他 如果你能打 你今天下午就不用挂免战牌 避开我家兄弟秦书宝了 什么免战牌 徐茨公说 自己这两天去外面运粮草了 根本不知道免镇牌的事 程晓金激他 看你敢不敢跟我家兄弟书宝打 徐茨公说 打就打 你现在即刻回去叫书宝过来 我在这里做人质好不好 行不行 行 说完就要走 徐茨公说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把你个死胖子留在这 放个大官回去 李世民说 那我留下来 要接你回去把书宝喊来 程晓金犹豫着还是回去了 李世民说 徐茨将士 你可不要小瞧了勤求 毕竟他可是山东书宝的威名 那我山西徐茨公 也不是吃醋的 李世民赶忙问 徐茨公是哪里人士 徐茨公说太原 李世民很奇怪 为什么壮士你是山西人 却不远万里 跑去了刘武周的部下 不说还好 一说我就来气 当初我冲着你的名气 去投靠大唐 没想到营中让我当火头军 而且我多吃点还要绑我 李世民急的说 自己从来没有在太原招过兵 而且像你这样的好汉 我怎么可能舍得让你去做个伙夫呢 这样的一个人才 不要说多吃点饭 就是天天大鱼大肉 山珍海味 为心甘情愿 李世民说 只要是个人才 我都会把他当作 我亲兄弟一样对待的 徐茨公感慨 没想到天下 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主子 李世民赶忙劝他加入我大堂 徐茨公拒绝了 他说刘武周啊 带他很好 绝对不会背叛人家 这正说着 秦琼赶来了 两人一见面 没说两句就开打了 几招之后 徐茨公不敌秦琼 秦琼刚要给他一剪的时候 李世民拦下了 求秦琼放了他 秦王 他是敌军大将啊 你就放了他吧 李世民回去后 把这件事告诉了徐茂公 徐茂公啊 觉得此人虽然有勇无谋 但是个忠心之人 何用计将他收为己用 至此 李世民的两大护卫门神 算是聚齐了 而徐茨公和秦琼两人 是随朝数一数二的将士 至于两人谁比较厉害 首先来说 秦琼和徐茨公都不是统帅和政治家 只谈武功高低 在书堂和一些历史记载之中 秦琼在林燕阁二十四位功臣中 属于墨西 也就是说 他的声望和功名 都要略训徐茨公 但在民间传说中 秦琼的名声 却要高出徐茨公 武力值 在一些小说演绎和戏剧里 也渲染的比徐茨公强一些 总之很可惜 两位名将同属一个阵营 很少真刀真枪打一架 所以也无从判断出 谁的实力更胜一筹了